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首先带你来关心最新的疫情资讯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的 24号花莲县并没有增加确诊人数 而花莲县防疫指挥中心就表示 花莲县目前隔离的人数有48人 有许多的乡亲从疫情爆发之后 所担心的花莲县防疫旅馆是否足够 而专责的病房数量 以及是否有可能进行县民快筛等一切的防疫措施 花莲县防疫指挥中心都有详尽的说明 目前来讲 我们因为这4个人 而被匡列的居家隔离人数 一共是20个人 但是我们总花莲县内的隔离人数 是48个人 所以也就是说有24个人 是因为外县市的确诊个案 而让我们花莲的乡亲遭受隔离 现在花莲县防疫旅馆有4间 床数187 使用数字是132 那这132个人使用床数当中 跟各位相亲报告 外籍移工 按照中央劳动部的规定 必须先 在进入国内之后 必须先进入防疫旅馆 所以花莲县的防疫旅馆当中 目前有58个外籍移工 当然在132当中还包括居家检疫的 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或家人 暂时在这边做居家检疫 还有就是所谓的居家隔离者 所以我们现在防疫旅馆的部分 也是足够来做我们相关的作为 目前并不是每一间旅馆 都可以成为防疫旅馆 它必须要看整个防疫旅馆 的动线 是否符合我们感染管制的措施 目前来讲 我们防疫旅馆都在北区 当然我们也在积极找中南区的防疫旅馆 如果符合我们的条件 当然我们也会让它成为防疫旅馆 这样对于中南区 万一有居家隔离者 确实会比较方便 这次光复的个案 它的居家隔离的措索 当然还是在北区 那目前来讲 我们盘点了整个花莲地区的 专责病房 一共有88间 那目前有21个人住在那里面 那各位媒体一定觉得奇怪 我们只有四个确诊个案 叫最早的那一位 应该是五位 那怎么会有21位 因为有16位目前是疑似个案 就像是他可能 有疑似的症状出现 然后在做了检查之后 在我们的专责病房等待一些报告 专者的重症家务病房 就是ICU 那目前慈激医院 受中央的这个指判 必须要提出20床的 20床的就是 20床的它这个重症家务病房 作为未来照顾COVID-19的病患 重症患者的一个场所 所以这个部分 机院也在启动 那至于刚才讲 绿色通道的部分 我们也协同消防局 如果有任何的重症患者 或是需要就疫的患者 消防局会全力的配合 一旦有社区感染发生 就会在热区开设社区筛检站 我想这也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对于开设社区筛检站的 基本的条件 县民乡亲如果要了解 每天华联县相关防疫作为 每天下午三点钟 回栏及东亚有限电视 锁定第20频道 将为您送上最完整的直播画面 大华联新闻综合报道